大家欢迎收看视频 现在先是1月25号的中午2点20几分钟嘛 今天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平时大家知道应该按照常理 我应该是昨晚也就是今天的凌晨三四点发视频嘛 通常情况是这样子嘛 就是一三嘛 一三的那么我 我当时昨晚凌晨 我当时想了想要不要换个方式吧 看看用中午 因为刚好今天有半天在家休息嘛 我今天休息半天 那么有点时间 所以呢 我当时就想换个方式吧 看看白天的时候在盘中的时候盘中的时候来看股市 我试试看嘛 换个方式 那么所以说我现在就来中午呢 现在还在盘中吗 等一下我大概发视频的时候 估计还是应该在三点左右啊 所以呢 有的观众的话其实也可以决定要不要买 我当然没有说推进 也不算是什么推进嘛 就是说大家就可以心里有个数嘛 是说哎 在盘中的时候可以看看哪些股票自己喜欢的 是吧 可以做一下决定啊 或者 听听我的分析这样子吧 是不是 因为这样我们盘还在动嘛 OK 那么我现在就尝试一下中午那个视频盘中的时候啊 现在说要盘中分析今天我现在关注的股票是当天我只是今天此时此刻嘛 关注股票然后有包括日线和中长线股票嘛 那么我旁边有画了三个图 我其实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喜欢啊 因为很多嘛 没有办法在一个图片里面 一个图 一个啊 一个空间里面把所有的这提到的公司都写出来 所以说我就提到啊 画出这三个其中这三个 那么这里面其实确实这个 American Tower 我是非常喜欢的 非常的啊 看好是属于Ring这个板块吗 那么叫AMT AMT 那么这也是我今天关注的股票之一 不过其实这个股票 我前一段时间应该 我看在这下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之前就已经关注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提到了这两个板块 我从1月中旬就开始说了 Ring跟Fed Utility嘛 这两个现在是表现得非常好 韩库其实一般般的 没有什么这里面主要是NOC 雷神部怎么样 NOC LMT表现很好 至于其他这三个CCI DLR 就是我21号录的视频嘛 DRE 其实我记得应该20号 21号 19号都在说这几个股票 今天都表现得相当的出色 特别是这两个板块嘛 非常强 今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板块 我在这里没有提到 不过私下有个一些会友也提到 就是consumer stable 比如像general mill 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campus 这些嘛 表现得相当强劲 那么我现在就看看这些新闻吧 还有一个沃码 沃码是属于日线 UPS是日线 然后 AMT是属于中产线的 这几个这下面全部都是中产线的 这样子嘛 那我现在就看看 顺便说一下 这周市场关注的是属于 呃 在星期三 主要是星期三 联储局会发表讲话 大概是在中午 的两点吧 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 的星期三会有讲话吗 呃 对 其他就没有什么新闻了 还有其他就是这周一整周 是在 市场都在关注业绩报告吗 业绩报告 一大堆公司业绩报告出来 这周好像包括苹果微软 Facebook 是吧 很多非常 对股市很有分量的 对大盘比例 就是很有分量的股票都在这周会新闻 呃 业绩报告出来吗 所以大家我就需要小心点 小心点吧 那我再买看看 啊 盘面上的新闻吧 这里面左边是提到 GameStar GameStar最近好像被炒得非常厉害 那么我自己也没有去参与这种 我一般大家知道我的风格就是 在交易或者在投资面 我不太喜欢 那种 被炒作了非常厉害的股票 一天涨百分之三 四十 五十 然后第二天又降下来 这种非常巨大的波动吗 我一般这种股票我是 不参与的 是这种情况吗 呃 哎呀 等一下 大家看看 我现在此时此刻 我刚刚注意到这新闻 我问了一点 说要 呃 给这个新 要要准备一个 哈利波特的一个TV series 给这个HBO 呃 那么他是属于AT&T 我看看AT&T什么反应 此时此刻 OK AT&T现在反应不错 业绩报告是在27号出来 我个人的看法是 呃 其实现在这一天的话 AT&T其实 说话的此刻 呃 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位置 现在 呃 算今天吧 其实有有有这个很好 很不错的这个空间 但是呢 但是要想注意一下 就是他业绩报告 后天叫出来了 所以呢 通常情况下 我一般如果说是做 交易 我其实会避免的 但是如果是做 呃 中长线的话 我觉得现在只是此刻的价格 还是 还是很不错的价格嘛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是 旁边是10 18年的旁边 从2002 02年到现在这个位置 是吧 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 哪怕是买进去当做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当做 是 呃 储蓄账号 但是呢 利息要比平时的 这个银行利息要高好几倍 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 AT&T嘛 呃 其实AT&T接下来 他能不能够 让市场喜欢他 能够让他涨起来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HBO 就是WARNA MEDIAN 本身 AT&T自己本身的业务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亮点嘛 就他自己的本行就是做 通信嘛 通信的 呃 就是 电话 手机这个 呃 赚这个钱嘛 月费 其实这个本身他自己的业务是没有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亮点 呃 关键就是看他 呃 钱 我忘记是什么年前 大概是一两年前吧 多少年前忘记了 是一年前还是两年前 应该是两年前左右吧 买了那个WARNA MEDIAN嘛 花了我记得是700 好像是700多亿吧 是不是应该是700多亿 大概是这个数字吧 好像是我记得是700多亿 买了WARNA MEDIAN嘛 所以说接下来就看他的 HBO MAX这些会员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够给公司一个新的成长空间 我个人看法是看好AT&T的 因为这个公司不管是 哪怕是公司这个股价本身不怎么把 不怎么涨没 涨多少 光是这个股息我就 我就觉得挺满意的 呃 那其他方面没什么新闻 顺便说一下美国疫苗现在一天已经达到了100 这也是挺好的 算是好消息吗 现在在美国这边啊 疫苗 平均过去最多这段时间 7日平均线已经达到116万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吗 这是美国打疫苗的情况 呃 24号 今年是25号 数据还没出来吗 但是24号的时候打的是130万 然后23号是130万左右吗 22号是140万 呃 那么在20号的时候达到160万 所以说现在 他这里是7 day rolling average吗 你看7日的这个平均值已经达到100万了 因为大洋史拜登是说100天一个亿 也相当于一天 就是100天一个亿 一个亿相当于一天是100万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了这个标准 而且现在美国很多地方也在搞新的这个 呃包括是 把一些大型的 这个什么什么中心吗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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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还有包括还有搞一些露天的 正在正在建吗 很多地方就是搞新的打疫苗的场所 所以说 我个人觉得接下来 会达到平均值会不断往上升 甚至达到150万左右 如果150万一天一个月就相当于4500万 两个月就能达到9000万 所以呢 这样的速度的话估计9月份能够达到 这个herd immunity吗 herd immunity 呃 所以我我觉得100天一个亿没问题 一个亿没问题 呃现在这些有些像像西维吉尼亚 我所在的州吗已经达到百分之11点47的 每100个人里面有 11点47的人已经达了吗 你看像这些都 百分之九点几 相当于百分之九点几吗 免疫州是8点以上 呃就是数字还是挺好看的 啊数字挺好看的 呃 而且顺便说下其实有些人是不需要打 比如像我我自己 说明说我现在已经 解除隔离了我现在已经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了 已经离开那个 呃 那个motel了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疫情情况 非常明显的这个平均值在下降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 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得了这个 新冠人的已经 已经得过了吗 一般来说德国人心里 得过 这个新冠之后 身体会有一些 抗体吗 在一般来说是在三个月到半年之内 理论上讲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得了 目前是这样报告吗 你得了之后几个星期就有身体就有抗体的 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很多都已经得过了吗 所以说数字自然就开始下降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疫苗 我刚才看到CNBC的分析是说 不是说好像是ABC吧 是说有谁了谁了越来越多人能打疫苗吗 那么谁说自然而然呢 你打了疫苗之后效果一般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特别是一般来说要打两针嘛 所以说效果挺好的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就是 新的确诊病例正在不断不断下降 现在已经 降到了多少了 大家看一下 1月25号 今天这个还没结束 是4万8 估计今天也大概就在 10万左右估计 所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吗 好吧 现在就 看看我今天所关注的股票啊 一个个数过去 一个 可能日线股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 做了笔记记录 这是不同的板块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25号 其实就原来是给会员 做的 但是我今天就 中午今天 盘中做视频就直接说出来吧 我现在关注的这几个股票 今天是consumer stable 就是民生必需有11个板块吗 通常大的板块分为11个板块 其实 每个板块里面又分为小板块 这样子吗 但是总的来说是 11个板块 大的板块吗 那么现在今天是 沃尔玛 NI 这个是发电股 PFV是 这个是 一个银行的 Casinati Financial 这是UPS跟那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东西 反正也是 工业股吗 我 刚才去找那些股票找出来这几个 这下面的是中长线 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日线了一个个按下去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记下来 OK 这个是沃尔玛 的盘密吗 大家就是 看一下我一般来说都是做反弹 没有突破在那里面 现在这个位置是这样子吗 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反弹了大概是第三天左右 所以这是沃尔玛 至于止损值的话我通常是这样子 比如说142点几 NI是21.3 这个后面旁边的数字是 就是说我的这个 止损的这个数字 大概是这个范围 OK 然后NI 是在这个位置吗 今天也有不错的反应 NI也涨了 然后呢下一个是 PFE PFE Fizer Fizer 今天表现很好 今天Fizer 涨了挺多的 OK 不错不错 然后下一个是 Cincinnati Financial 顺便说一下这个公司我觉得可以说超长线 今天表现也相当不错 现在又在涨了 我等下可能再买一点 我自己手上已经有四个 这个是Cincinnati Financial 所以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自平时 做的这个旁边 这个旁边 下一个是 UPS UPS我前几天就很早就关注 现在今天价格就是我觉得有有点点高 不过还好也没有说特别离谱 这是旁边分析 还有个是EXPD 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 感想等在等于会有旁边 他现在有点下降 不过呢 再等于会这个都是我关注了吗 一般情况下我是这样子 呃就是有关注的股票里面我损出损出自己喜欢的 这样子吗 然后下一个是中长线的 是AEE 这些 可以注意一下 基本上全都是发电股 非常多 今天很多一大堆的发电股表现非常 这是我之前所关注 但是今天还是继续往上走吗 你包括比如像AEE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OK是在这位置吗 这是中长线的 中长线的 呃 放多久 一般理论上讲是可以不用测掉是可以做长线投资的 旁边的数字是 呃是止损止损止损这个 Stat last 的这个 数字吗 来通常的情况是这样子 如果说是做交易的话 我会设止损 如果说是做 投资的话 这些止损我是不设的 就直接一直 拿在手上了 呃通常是这样子吗 是要什么lmt 这个也是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中长线的一个 旁边可以做超长线投资吗lmt 这是发电股 发电股的基本面就是我说发电股的 呃这个 什么来着叫业绩就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是没有没有意义 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公司是 等于说是养老的吗 养老股吗 如果好的位置就直接买进去可以了 想都不用去想没有什么意义去想这东西 呃因为他们的业绩很简单都是 发电吗 反正 收入非常稳定 呃不像什么微软谷歌这些 还要看什么公司 这个业绩报告怎么样 这些公司是 不需要什么看业绩报告 当然也偶尔也慢慢看一看 也可以但是呢你会发觉他们的业绩报告 非常非常的稳定 平时一般来说靠那个 加电费吗来撞撞 那他的业绩报告上升 呃他们要想把他们这个价格提高啊这个发电的价格提高要跟政府商量嘛所以说他们 赚多少钱都是要跟 政府要商量一下 呃这种股票吗是吧xl aep的 大家就稍微 可以 关就是留意一下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把这些股票写在你自己的 记在你自己的 呃软件的watchlist里面 或者说记在笔记本上 如果你有兴趣去了解 了解的话 呃中长线我看还有什么了 呃D NI都差不多 还算是时候像AMT 就是我之前 呃今天的话越涨越多了 哇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AMT 非常的出色 呃从自己我是在这里关 开始关注已经现在涨到这里 呃还有一个是欧 欧的话也是可以做长线股嘛那么 可以做超长线 OK 还有个是什么来着 呃是洛克希的 呃Pfizer Pfizer也是可以做个中长线我觉得 如果是做中长线的话就是这个是旁边吗 呃我的分析吗 旁边 呃下一刻是 洛克希的马丁 呃但是顺便说一下再小心一点就是 可能 先留一点嘛这个做长线的话因为26号业绩包出来吗 所以其他方面的consumer stable 就已经涨很多了这个是原来关注了一个 KMB 不过现在今天已经不是属于最佳价格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KMB吗 这是我之前前前几天 这是我原来所关注的这些 CBB吗 consumer stable这些 啊都长得非常厉害 呃 还有什么来着我看一下 CMB KMB KR就是Kroger其实表现很好 哇这个很厉害 OKOK OK 好吧 呃哇这个 真的是好猛 今天consumer stable 涨了非常多 呃但是呢 就我自己今天所关注的股票就是这些都是价格比较好一点嘛 其他的很多 都已经如果说价格偏的话我就不在关注里面了 好吧 然后今天就是快速的说一下我就是想要尝试一下中午 本来是昨晚凌晨就要录个视频了但是今天就稍微有点特特别情况嘛 呃 好吧就这样子吧 我最后再看看股市 有什么新闻 呃没什么新闻 哎呀这个600块钱我不知道 我已经拿到手了 居然还有人没拿到吗 啊 那我最后再看 Oh my god Retal star Macy也是暴涨现在 我看看现在大盘什么情况涨了0.2% 今天其实很有意思说下大盘大盘看一下这个 今天在这个是这个盘面嘛 在这个地方是从12 21开始嘛 这里是 这里一次 两次 三次第四次反弹 今天开盘的时候 哇降了好多 降到这个位置嘛 11点的时候 马上就开始反弹了 所以说呢 呃现在看起来市场还是比较比较 这个非常的 很牛的 还是这个 所以这个位置 一直往上冲嘛 呃环境是什么情况 环境还是 环境好吗 环境还是在这个位置吗 一直上下震动 震荡在这个附近 好吧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然后 点赞订阅分享 下次再聊 OK拜拜 哦对对对 等下 大家看一下这么多了 涨了10点 百分之10点几 不过Fizer却没有怎么 很慢 OK好 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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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